英雄回家 它就是一个真正的前线人员的电影 3 2 1 8 MCOE的时候大家都很恐慌 但是呢就有一群人 他们面对这个COVID病毒的这种危险 但是他们还是义不容辞的 站在最前线去为我们人民服务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职责 要把这个每一个人的付出带出来 我从来没有教过那种大型的摩托 大型摩托一定是第一个到达现场 才会了解情况的 还有在高楼上面 我们上去拍戏了 我们上边见 怎么用爬山绳跳下来 作为一位APM 我学习的肌肉 然后我学习的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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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要做了肌肉 这一场大型摩托 这一场大型摩托 这一场火灾 我们总共用了四天来拍摄 我们的摩托 我们的冰狂部队 我们的Saint-Johan 都到了现场去救护 现场的场景不知有震惊到我 从演员、群演到我们的主角 还有幕后人员 牵涉了差不多三百人 参加这次的电影 让我们意识到 真正的拍摄电影场面 和我们救火是一样辛苦 导演细心的安排和设计 弄到整个火灾场 感到很逼真 以便让我更容易地投入 我的角色和演技 火灾女儿还在现场 然后在救女儿的过程 就发生了爆破 而且这一幕呢 是比较惊险的一幕 而且对我来说 也比较一个新的体验 在我们戏里面 还有一场就是 发生一种爆破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特地准备了 灭火器和一些燃料 然后自己DIY出一个 真实爆炸的效果 好 好 很多人讲说在火灾现场 在还没有被烧死之前 他们已经晕的原因 是因为吸了那个烟太多了 1 8 自己本身就在那个走道那一面 而发那个眼真的太多了 真的是要憋气那一种 小黄队 他们真的整个付出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还是那一具英雄值得 我们去自尽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镜头 最后就是一个短队 我们站多了 对吧 走 我们团队跑了整十次游 从0.8到0.2 一个KM那么长的一个镜头 我们是用了一天的时间 拍了一个镜头 然后有其中一个片 我是有机会穿那个笔屏的 我穿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都觉得快顶不住了 因为真的是很憋很热 帮忙的那个前线人员 是有多辛苦的 在戏里面是饰演一个 圣月翰旧商队的队员 在拍摄前 其实我们都有去培训 我们也考了这个 最主要其实是在现场 那些专业的St. John 他们真的是绑到我们很多很多 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 即使我做准备的好 来到现场要实践是 另外一回事来的年长的前辈 有兰逸 陈鸿哥 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拍到天亮 他们都没有怨言 现在是2点45分 2点45分 大家早安 是不是太累了 不会啦 这有点困而已 每一位剧组人员 全部都很辛苦 都很专业 尤其是你 那么在这个片中 我是饰演一位 最爱女心切的一位父亲 女主角晶晶就是我的女儿 那么这一幕可以说是我的女儿 真的是发挥了非常感人的一个内心性 那么她肯定是痛不流涕的 那么感染到我都有一些掉泪 这应该是我拍戏以来 最多场酷戏的一部电影 我是非常喜欢到现场去感受 然后跟对手合作之后的那种可能产生的一些化学作用 可能现场的组织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我的这些感受 但是因为我是戴着耳机 看着那个梦 我是很直接地感受到她的情绪 我也差不多会要掉泪 我们这部电影呢 有一个场景是吃团圆饭的 整个片场就很吵闹 然后还播新年阁 真的是感觉好像新年一样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的戏 特别印象深刻 是因为淼淼有在 她知道大家都很累 那时候我们拍到早上七点 然后还要继续坚持唱各种各类的新年歌 那些英雄人物都是经历过很多惊险 工作发生的意外 他们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吃这一餐饭 真的是不简单 当我看到她回来的时候 那种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 《英雄回家》这个电影 包括了有亲情啊 妇女之情啊 母女之情啊 友情啊 欢乐的这场面啊 悲情的场面啊 当然也有那种 就是沸腾的那种英雄的场面啊 《英雄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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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女子 Kaf Untertitel